大家好,在前幾期的節目當中,我曾經給大家介紹過 在美國加州有一個自由雕塑公園 在這個公園裡面有一個巨大的六四紀念碑,現在已經落成了 還有一系列的跟六四主題相關的雕塑正在創作之中 其中有一個雕塑,引起了大家廣泛的關注 這就是六四大屠殺的元凶鄧小平和李鵬的貴相 這件事情不僅僅是在網友當中引起廣泛關注 而且已經傳到了中共統治的最高層 傳到了北京的太子黨的圈子裡面 現在那個圈子裡面是有人歡喜有人愁 有些人幸災樂禍,有些人暗自慶幸 李鵬和鄧小平家族的人現在寢食難安 北京的朋友還告訴我們說,李鵬家族的人 應當是指李小林,親自去見了習近平 他向習近平哭訴,要習近平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 阻止我們推出這個貴相 他代表所有的李鵬的家人,跟習近平說 如果這個貴相推出來之後,一定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鄧小平已經死了,他已經感受不到這個恥辱了 但是李鵬現在還在,年紀已經非常大了 經不起這樣的羞辱,恐怕是要被我們活活的氣死 那這位朋友呢,北京的朋友也告訴我們 說中共現在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要在國內抓一批維權的和民運人士 然後判他們的刑,然後告訴大家說 他們是因為參與全民共振,才受到懲罰 中共想用這種方法來給我們施加壓力 讓我們停止推出這兩個貴相 現在這個步驟已經啟動了 今年3月份的時候,他們審判了一個廣西北海的維權人士 楊乾先生 楊乾先生過去是一位企業家 他擁有自己的一個專窑廠 但是前些年呢,這個專窑廠被當地的政府強拆了 後來楊先生呢,就成為維權人士 後來就被抓捕了 今年呢,在一審的這個判決當中 他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現在律師正在上訴 據我了解呢,整個判決書當中 沒有一句是提到全民共振的 那我們全民共振團隊的也沒有任何成員 跟楊先生有過接觸 而楊先生呢,他以前呢,據我們了解 他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共振的活動 那麼現在呢,整個民運圈的維權圈 國內的那個圈子現在都到處都在傳 楊先生是因為參與全民共振才受到懲罰 在今年兩會的這個期間呢 在北京,還有一位遼寧省的維權人士林明傑先生 他也被抓了 那遼寧的朋友告訴我們說 林先生過去是經常去北京上訪 今年3月11號 他在北京的西單大街上照相的時候 跟朋友一起照相 結果幾個人一起被抓了 那表面上他的這個罪名呢 文書上面罪名是尋性之事 但是在圈內,民主維權圈內傳播啊 消息是他是參與全民共振了 實際上呢,今年兩會期間的這個全民共振地點是王府警 不是西單,中共抓捕林先生 那就是實際上就是一定要把他按照全民共振的這個罪名上面 給我們施壓 那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全民共振的發起人,組織者,參與者 那中共是抓不到的 去年3月份,我們開始全民共振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說好了 大家停止我們一切的這個電子通訊的交流 只是面對面的或者通過中間人傳話 現在我們國內的聯絡人已經達到了數百位 但是中共一個也抓不到 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正確的這種戰略架構 海外和國內同道有不同的分工 那我們海外平臺是公開的大張旗鼓的搞宣傳 全民推廣全民共振的信息 國內的成員是低調的組織 凝聚力量搞團隊主要是在線下活動 那麼在全民共振成功,全民上街之前 中共是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的 中共不要以為你們隨機抓捕一些無辜的維權人士 然後把他們硬是要和我們拉上關係 然後把他們作為人質 再來強迫我們停止活動 這個是完全無效的 北京的朋友告訴我們說 中共還第二個他們要採取的手法 就是要對我們共振團隊的成員和我們的親屬 來進行暴力打擊 那過去他們很多次的 對我們和我們的親屬進行過騷擾恐嚇 那這次力度還要加大 他們要找一切可能的機會 真正的直接的對我們進行暴力打擊 如果說今後這段時間我們團隊當中的任何人 以及我們的親屬遭遇到暴力打擊 大家就知道 背後的操作者那一定是中共 很多的網友很多的媒體界的朋友 很多的政界的甚至是情報界的朋友 警界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知道背後的阻止者就是中共 對這件事情我們早就有心理準備 我們正在從事的是顏色革命 是一場革命,革命肯定有犧牲的 中共現在有足夠的暴力手段 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對我們的親屬進行打擊 那我在這裡也要告訴中共 中共的高層和你們的爪牙 無論你們的打擊有多厲害 都不可能阻止我們的行動 不管你們打擊誰 剩下的那些人就一定會把他的犧牲 轉化為政治資源、政治影響力、政治號召力 剩下的人將會用更有利的手段來對付你們 所以你們這種行徑 和中東的恐怖分子沒有任何區別 任何人、任何政治陣營都不會跟恐怖分子妥協 我們一樣也不會跟你們妥協 你們作惡不會讓我們感覺到有壓力 只會增加你們自己的罪孽 只會給你們自己在不遠的將來 帶來更嚴厲的懲罰 當然了,你們要想我們不推出貴相 那還是有正確的方法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你們鄧家、李家、兩家 要向公開的向所有的天安門母親和所有在六四當中 失去生命人的這些家庭要向他們道歉、賠償 第二個呢,是要說服習近平當局要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你們做到這兩條,我們肯定不推出貴相 推出貴相,這是海外民運的一個副業 貴相,我們可以通過貴相 把這個元凶盯在歷史恥辱柱上面 也可以通過他來警告現在的當權者 不要以為權力在手就可以勢意妄為 但是這種方法,靠這種方法是推翻不了暴政的 要推翻暴政,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來啟動顏色革命,街頭革命 我們現在在海外起到的只是輔助作用 革命的主力是在國內 現在國內越來越多的人是對現狀不滿 其中有一部分是具有非常強烈的行動意願的 這就是中國變革的原動力 一個國家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有這種行動意願 變革的時候,即時機就成熟了 中國有14億人,只要有1400萬人同時走上街頭 中共的維穩體系就崩潰了 中共就沒有辦法維持統治了 這個時機很快就成熟了 那麼我們現在在海外的這些民主同道 能做些什麼呢? 那就是運用我們在海外的言論自由的優勢 來發出一些行動的倡議 爭取形成一些共識 有了這些共識之後 大家就可以進行共同的行動 所以說呢,我們會堅持我們的全民共振的推動計劃 今年我們要繼續去年的工作 至少在三個時間點推動共振 那就是五一、七一和十一 和去年的五一的時候相比 中國老百姓現在不滿情緒更加強烈了 到今年三月份的時候為止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城鎮人口失業率是5.3% 當然這裡面有很大的水分 按照美國國家經濟分析局的估算 實際上城鎮人口失業率是超過12%的 英國的一個著名的經濟學研究所得出的數據是12.9% 這還沒算上那些失業的農民工 如果把農民工算上之後 中國實際上的失業率現在是超過20% 那這個數據呢 和我們在國內的那些共振發起人和聯絡人 他們經過調查所得到的結論也是一致的 那現在很多國內的勞工群體 現在正在運輿維權行動 很多中國的工廠現在正在裁員正在關閉這個過程當中 工人的權益受到很大的威脅 還有很多公司解雇了大批的員工 很多民工已經回到家鄉 那麼在這種經濟大形勢下 大家要想再找工作那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些人當中失業人員當中 有一些正在準備這個維權行動 所以說今年我們要把一些勞工群體的抗爭活動 要把它串起來讓他們選擇在五一勞動節 舉行維權行動 那具體的時間是5月1號下午2點 地點是在各級黨委大樓 我們去年給大家倡議的共振地點都是在省政府旁邊 這次為什麼要改呢 因為以前在省政府旁邊那個地點太少了 維穩體系比較容易不防 而且因為路途比較遙遠 很多住在鄉村的或者小城市的這些維權群體 很難到達那個地方 那今年五月份呢 大家就就近去本地的縣委市委的大樓門口 如果當然是在省城的 大家也可以去省委的門口 那方法還是跟去年一樣 大家先去圍觀去散步 不要拿任何的標語啊 橫幅啊 也不要喊口號 不到一萬人參與 至少一萬人 大家就不要和警察發生任何正面的衝突 大家就是路人甲路人椅 圍觀散步之後 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半個小時 大家就離開 如果到了一萬人 大家就開始唱國際歌 國際歌歌聲一響起來 那麼所有的人很快就會形成一個 維權大集體 大家就可以向各級黨委提出自己的訴求 作為勞工階層 我們的訴求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呢 第一個就是要發放事業救濟金 大家過去這個工作的時候 是為政府創造了很多的稅收的 那稅收的其中一部分呢 政府就應當拿出來還回來 保障工人的權益 那現在大家沒工作了 政府返還這一部分人 不僅僅是要返還給有城市戶口的工人 而且也要返還給那些農民工 讓他們得到救濟金 失業救濟金 那第二呢 就是政府要為失業的人安排就業 整個經濟大環境 這是由政府來負責的 普通老百姓完全沒有掌控的能力 那現在的這個 因為大環境惡化導致了失業 這不是我們的錯 而是政府宏觀管理上面出了問題 當然應當由政府來負責 你解決不好 那政府就要負上相應的責任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除了勞工群體之外呢 現在還有很多的這個大學畢業生啊 他們這個畢業以後啊 就失業了 那這一批人呢 也是共振的這個潛在的參與者 那有些大學生現在已經開始互相聯繫 開始組群了 他們呢這個同學當中啊 還有很多沒找到工作的人 這個比例啊是非常高的 那有一些大學這個大學畢業生啊 有些學校的這個沒有就業的畢業生的這個比例達到50% 他們家庭呢都是花了很多錢 他們自己也付出相當大的努力 但是大學畢業以後啊就失業了 成了社會上多餘的人 你說這種現狀 那是大家都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抗爭 那一定要抗爭 今年五一呢 我們要向這一部分人啊 推送全民共振的這個行動的信息 當然了還有一些其他的群體 我們也要推送這個這個全民共振的信息啊 比如說這退伍老兵的群體啊 P2P的這個金融詐騙受害者的群體啊 毒疫苗的這個受害者群體 毒食品受害者群體 還有環境污染受害者群體 那麼怎麼樣來動員這些群體呢 我們全民共振的平台啊 要製作一批文宣的材料 有視頻音頻啊圖像文字 各種各樣的這些 針對各種各樣群體的這些材料 那麼第二步呢 就是要通過這個我們共振平台 和海外的網友 大家一起向國內來推送 各種各樣的渠道大家都要用上 當然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會被中共攔截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盡量的多發信息 發送的範圍越大 最後接受到的這個信息的人越多 引發共振的可能性就越大 對中共維穩資源的這個消耗也就會越大 國內的體制內的人士透露給我們說 現在中共差不多是運用了這個 他們維穩資源的1% 全國資源的1%來對付這個共振啊 所以說我們要繼續推動 繼續消耗他們的資源 大家要明白啊 這個他們的維穩資源是有限度的 那隨著經濟狀況的惡化 他們這個維穩資源呢是越來越少 在這個時候啊 我們一個項目就能消耗掉它 1%的維穩資源 那給他們已經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如果呢我們的共振行動啊 能夠消耗掉他們5%到10%的資源 那麼我相信呢他們這個整個的維穩體系啊 就會垮掉他們會入不敷出 所以說請所有的海外的朋友 都要來盡量的來幫我們傳播 那第三步呢 就是要在國內的那些網友啊 同道啊在安全的情況下要傳播共振信息 大家記住啊 一定要在安全的情況下才能傳播 那麼怎麼樣能夠保證這個安全呢 有幾個基本的安全守則 大家掌握了就好了 絕對不能夠啊 第一個是絕對不能夠在網上面公開的 轉發那些全民共振的消息 因為那邊這麼做容易被監控到啊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用口頭的方式 向自己周邊的身邊的人呢 傳播這個信息 告訴他們5月1號下午2點 可能會有很多的維權群體 到本地的黨委大樓去維權 所以說希望大家一起去參與一起去圍觀 那麼現在呀絕大多數的維權人士 他們都有自己的群體 那微信群QQ群啊 自己還有經常有聚會 有的群體幾十人幾百人 有的幾千人 只要其中有一位接受到這個信息了 那麼整個群體很快就會傳遍了 所以我希望呢 這個我們國內的民主同道和網友 大家都來和自己身邊的這些維權人士接觸 交流啊 向他們傳播這些共振的理念 共振的信息 現在我們共振團隊啊 和海外的這些網友 能夠接觸到的這個國內人士啊 已經非常多了 只要這批人啊 這些人國內人士 用我剛才上面所說的那些安全的方法 來傳播這個信息 那麼在全國眾多這些分散的維權群體當中啊 就可以形成一個行動的共識 一旦形成共識了 共振很快就會發生 所以只要我們走完上面這三個步驟啊 共振很快就會發生 變革一定會發生 這三個步驟啊 沒有任何這些團隊啊 能夠獨自完成的 必須是由國內外的這個民主人士啊 大家一起來參與 祝福我們才能成功 那參與的人越多 成功的就越快 所以我在這裡呢 恨請海內外的所有的這些同道 願意用自己實際行動來推動民主推翻專制的這些同道 所有的不願意 僅僅是做口炮黨和鍵盤俠的這些朋友 大家一起來推動全民共振 一起來啊 用全民共振的方法來啟動中國的大變革 好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 再見 再見